每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,但是我们注意,的往往都是大红大紫的电视剧主角,很多有演技的配角往往被我们忽略,下面就来说一说一个演技家,人品好却没有大火的明星韩晴,相信大部分网友对于韩晴都不是很了解,介绍几个他拍的电视剧,看看大家有没有印象, 比如电影《跆拳道》和刘若英合作过的《半生人》等等,这两部戏里,都有着韩晴出色的表演,他的演技可谓是精湛鲜熟,韩晴曾与胡军十三同校同班,但是不同的是他俩,已经成为了大家熟知的大明星,而韩晴为人做事低调,从不纠结于这些问题,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成长为更好的自己,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,乱世扶平,其中由于范冰冰合作,范冰冰当年还是个智能的小女孩,曾大方承认大十二岁的韩晴是自己男友,对于韩晴,范冰冰承认自己喜欢过他,年龄不是问题,觉得韩晴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他,还透露,已经把韩晴带回家见过父母了,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,韩晴本人没有任何回应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